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升跌關鍵 談談市市,市今日比較窄幅 高開之後曾經升過接近100點 達到26,58點水平 不過,其後無以為計 慢慢升幅收窄 以至倒跌 雖然倒跌不多 全日跌33點 收26,435點 成交增加多點 944億 今日市,能不能夠維持升幅 與友邦回軟有些關係 友邦維持弱勢,再跌1.4% 上升軌都穿了 不過,內銀股就個別發展 有些重磅升得好些 包括公行,健康也升 公行升0.9% 接近1% 20天線之上 香港地產股也很英俊,部分升起碼不是全線跌 包括新同基地產,今天升0.7% 令市今日能夠跌幅 不至於擴大,33點就收工了 說回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市,剛才提過 見過26,500點 其實是26564 低位是26410 收市價差無幾 計算好容易 全日的波幅 不夠105點 相當窄幅 明顯方向感不強 為何會這樣呢 可能跟基本面和意志技術面有些關係 分兩方面跟大家分析一下 基本面方面 現在其實 無論是中、港、美 其實消息都是 又好又不好之間 令大家都不知道怎樣搞好 先說美國 美國 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 最近中國副部長級的代表去了美國 整個初步行程OK 周圍參觀 好像氣氛不錯 本來這樣應該是利好的 此同時 白宮裡面的顧問 揚言 又出來限施壓 就說 你快快去搞定 向中國施壓 中國快快去搞定 和美國達成協議 否則 他說加關稅的掌募 加到五成 甚至加到一倍都有可能 這樣說出來 很明顯 一方面去到的人 就愉快去參觀不同的行程 但又走來搞極限施壓 當然令大家非常煩惱 不知道你究竟 在形勢是怎樣好 好還是不好 這是其一 其二 聯署局都減了 大減息 英派減息 並沒有預示會繼續減息之餘 局內各位諸公的意見相當分歧 竟然有三個人投票 和整體決定不一致 這是聯署局極罕見 這情況令大家都覺得 這次雖然叫做減息 但接下來的減息前景 大家都不太看得通透 有些人覺得 減完這次 都未必會再減 當然有些人預期會減多些 總之整個形勢 雖然減息是利好 但出來的效果並不是大家想像的 都是有好有膽 這就是美國情況 至於中國情況 其實越來越接近 就是十一國慶 這個本來是好的 經常都說的 重大的節慶的時候 通常是中國的股市 以至中資股都會有好一點的表現 迎接或者慶祝這個重大的事件 今年七十周年當然是厲害的 從某個角度來講 應該對港股以中資股 特別是中資股來好的 與此同時 近來中國出力經濟的數據 就一般的 所謂三大馬車 都不見得有好好的表現 投資 消費 越出口 都不見得有好好的表現 其中工業生產更加是 多年來的低位增長 令大家比較憂慮 現在市場其中有說法 今年保錄其實都有些難度 全年來計保錄是有難度的 因為之前大家 因為第一二季情況比較好 本來預期會好一些 本來是6至6.5 中央一般估計會6.3或以上 現在說到保錄也有些難度 換言之可能是6.3以下 這不是理想的 所以中國一方面有國慶的憧憬 另一方面是經濟的數據表現一般 又是麻煩 至於香港的情況也是 其實大家過去一段時間過兩三個都知道 逢星期五到星期六日是非常不明朗的 今次也是究竟明天 或者再明天 即是星期六、星期日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不知道 這就是不明朗的因素存在 單從這個說 當然是不明朗 但是有些出乎意料 就是最近出了新盤 反應不錯 新鴻基今天剛才提過 升0.7% 就是和他新盤 反應不錯 銷售就賣完了 第一輪理想 現在準備加推 即使社會運動 搞到非常混亂整個形勢 但是仍然不少人都有信心去買樓 雖然有些不明朗 但是樓市有些少許曝光 又令整個形勢不明朗 所以基本面來講 幾方面的消息 都有好有淡 都不知道怎樣做 與之同時 技術面都是 你看看幾個重要指數 都是去到某些重要位置之前 又升不穿又跌不下 令大家比較頭痛 先講美股 這個就是一個大的頂 歷史高位 大升到這個位 這一次 市頂不穿 這兩位阻力 19日再次又不穿又下來 而且這就是 陰明竹和之前的楊竹仔 形成了一個烏雲蓋頂的走勢 真的差勁 好像雙頂有點阻力 歷史高位支持的回答壓力 不弱 升跌關鍵 穿不穿 這就是關鍵所在 就是點題的四個字 穿上頂當然好 如果不穿 掉頭穿回二十天線 以至綠色箭咀指著這個位置 上升裂口底部 如果穿不到頂之外 掉頭穿回上升裂口底部 至於綠色的線 就認真頭尺 升跌關鍵在這裏 令大家不知道怎樣做 上證也是類似的情況 頂之前就是三零四百 試過幾次都不穿 去到這裏又不穿 下來又試 上次衝上 這裏又不行 現在好像又作勢衝上去 究竟穿不穿到三零四百 也是後市升跌關鍵所在 如果穿不到之餘 掉頭穿回二十天線 麻煩 上證的關鍵在哪裏 就是五十天線和二十天線 五十天線今天 就遣守 遣守住 穿過一下 彈上去 不穿 現在很重要 五十天線和二十天線 形成這兩條線踏著的位 是關鍵所在 如果穿下去 麻煩 恆新指數 看看情況 關鍵在哪裏 之前節目都提過 之前形成一個頭肩底的走勢 突破了 升了上去 但是現在下來 正在考驗 這個頭肩底頸線的支持 如果掉頭穿下去 以至穿到這條十天線 就麻煩了 大家留意 這個大概二六三零零左右 以至二十天線 都是二六三零零 穿下去 恐慌要再落多一點 不過掉頭 一直被這條五十天線壓住 如果掉頭 發穿下去 形勢又不一樣 下星期就看著這幾個升跌關鍵 時間關係分析大致這麽多 多謝大家